HELLO 這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因為還蠻多人在問眼睛的妝容怎麼畫 那其實眼妝都差不多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變化我的唇 然後今天呢就是來分享給大家 我平常眼睛的畫法 首先使用的是Aligure的Pro Concealer 來做局部的提亮 因為很少在上底妝睡 可以藉由這方式來做取代 提亮的部分呢就在額頭眼睛下方 比兩下巴跟臉頰兩側邊邊 然後再來使用深色的Concealer 來做局部的陰影 陰影的輕重就是看當天的感覺 如果我今天想要重一點 我就會多畫幾撇 再來我使用的是海綿蛋 把深淺的部分給推開來 然後記住一定是要先推淺的再推深的 不然底妝會看起來髒髒的 我自己是習慣一個區塊一個區塊推開 並且轉向海綿蛋的角度 然後我這一陣子都很習慣用Anastasia的眉膠 眉毛的部分我就快快帶過 如果想要看眉毛的教學的話 可以點旁邊的圖片 然後用Pro Concealer可以讓眉毛刷淡一點 最後蜜粉定妝 底妝就完成囉 接著我使用的是CLEO的三色眼霧 然後沾取一些骨銅金色 上在雙眼皮折痕以下的範圍 然後再使用灰咖啡的顏色 上在雙眼皮的線上 算是做暈染的動作 只要輕輕的上就可以了 接著使用這個打亮 上在眉骨跟眼頭眼窩的位置 我喜歡使用Maybelline的眼線液 金色蓋子的這個 然後使用筆尖的部分 輕輕的上在下眼線 接著再回來使用骨銅金的顏色 把剛剛使用眼線液的地方稍微暈開 再來就是上眼線勾眼尾 我眼線習慣從中間開始畫到眼尾 所以眼頭的地方是不會動到 然後老樣子使用KISS ME的睫毛膏做打底捲翹 然後最近愛用的是之前在國外買的L'Oreal的睫毛膏 這個是我超愛 而且用掉好幾個的鼻影盤 白色的地方去打亮山根跟黑眼圈的位置 我非常喜歡橘紅色的腮紅 然後這一顆是雷亞的牌子 它的橘紅色很美 最近看到我照片的話 絕對都是這一顆腮紅 最後這是近期入手的七個顏色 其中一隻 質地味道來說都還蠻喜歡的 但它就是小小的好像一個玩具 有唇化完之後 我的基本妝容就完成囉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區問我 然後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喔 掰掰